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现在我是在海南省塞亚市的回新村 左侧是回新村的一个清真寺 叫南开清真寺 今天我们去寻找一个胡同里的美食 这是烤鸭 胡同里的美食是什么呢 据传说这里有一个特别不起眼的小店 做椰子馅的宝质 我们今天去寻找一下看能找到不 这家拱月 这个椰子馅宝质呢 在这个南开清真寺的那条胡同里 一个没有门牌的小店 我们去寻找一下 看看能不能寻找到 海南的正午的太阳实在是太强了 所以走这个小胡同 这样还可以防晒一些 好漂亮 这是我们在寻找椰子包子的路上 前面呢就是一个巨大的清真寺 我到那给大家看一下 绝对是抑郁风行的 这里呢打了一个棚子 好像是海南人的一个传统婚礼 搞不清楚 这个打了好几天了 他这个婚礼呀 婚期也是比较漫长 不像我们那边结婚一天就搞定了 在这里是严重最大的一个事 发病狼 这是必不可少的 看一下 好转过的一个清真寺 老大老大的 那是走出来 我们继续寻找 看这包子 摸摸店 包子两块 包子店终于找到了 豆沙和椰子 2块 豆沙和椰子 椰子拿2个 豆沙拿2个 这个馒头多钱 馒头1块 包子2块 尝一下 厨石 柱子 坐在上面 也要跨了 看 这玩意我还以为自己坐上 有一些个凳子 包子找到了 这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店 这个清真 包子呢 买的豆沙和椰子馅 豆沙馅大家懂得吃过 但是椰子馅 我就不知道这个椰子馅 到底是什么样的事 什么味道的 尝一下 行 看一看 哎呀 好烫好烫 好烫好烫 椰蓉 椰蓉 和糖 尝一尝什么味道 怎么样 叶子馅的 太行了吧 太行吗 我尝尝 你要是吃惯 再咸袋那种 嗯 吃这个可能像糕点一样 但这面发的真好 嗯 好吃 是甜甜的 甜甜糯糯的 对 很好吃 两块钱一个 尝尝胡同种的传统美食 不容易找到 叶子馅的包子 终于找到了 好了 还有个豆沙的 豆沙不拍了 这个这期视频呢 就给大家拍到这了 豆沙 哇 豆沙也很好啊 嗯 尝一尝 我觉得豆沙这个 也挺好吃 挺好吃 嗯 吃奶吃馅儿更好吃一点 是不 看看这多少馅儿 就这么吃 对对对 好吃不 这还是姐 这比较好吃 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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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